做好的便當打開一看 炸物的鹹醬卻沾到了草莓上 真是太令人失望了 現在在日本的家庭主婦有這種小道具 是一個鮮端開動的小名字 把醬灌進去 然後插進食物裡 其他像是燒賣或是水醬 也可以這樣子在裡面加醬油 就不用擔心醬汁會沾到其他東西 把便當盒弄髒了 日本人喜歡把熱狗做成可愛的形狀 像是玉金香 大象 還有兔子和老鼠 還真是栩栩如生 其實很簡單 只要用這種模板把熱狗放進去 一壓就可以切好 再放到熱水裡面煮熟了 就成了一朵小小的玉金香 還有兩段小熱狗一起切好 然後再用牙籤拼起來 可愛的大象大功告成 這種模板可以做出九種形狀的熱狗 小孩子也能夠輕易上手 可愛的便當讓人看了口水直流